注意看 这位正处于最后一名的黑人选手 居然这么随心所欲 完全是不把其他对手放在眼里 在比赛场就犹如回到自己家一般 就连在决赛上都能够表现得如此轻松 还能顺便绕个大圈去回点鞋 让人意料之外的是 他最后还夺得了冠军 并且还打破了原记录 这让其他选手的面子往哪个 哦 是我肤浅了 原来是战术大师 法拉利的弟弟法拉赫 那没事了 早前田径姐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胆跑博尔特 长跑法拉赫 田坛双胶长胆和 更绝的是 博尔特来自加勒比 法拉赫来自索马里 他们两人犹如海盗一般 长期霸占田径长胆跑的所有金牌 从2012年伦德奥运会开始 法拉赫就开始将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大长跑霸主拉下神坛 并包揽了5000米和1万米这两项比赛的金牌 而在本场比赛中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也是派出了史上最强的阵人 只为一雪前驰 接下来 就让我们听着最激情的解说去欣赏最激烈的比赛 法拉赫 两届世纪赛冠军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如果他今天再次获胜 他成为世界领标赛的历史上 获得 奖牌 在5000米这个单项当中 排名第一的运动员 三枚金牌 肯尼亚的恩度里 今天世界排名第二 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 今年中21岁的杰布希贝特 他在今年也跑了12层58.69 这是梅尔加 梅尔加也跟 莫法拉赫一起比了万米 枪声异下 所有选手都争先恐后的确立领先优势 唯独只有法拉赫像和最耀眼的黑钥匙一般 他不争不强地跟在最后一位 与自己好友打着配合 如果还是会在整全程当中 引带法拉赫 给法拉赫提供保护 然后两人在最后呢 有一些配合 400米过后 此时的法拉赫也没有想要加速超越前面对手的意思 一千米过后 法拉赫依然处于最后一位 且没有一丝慌张 更离谱的是 法拉赫竟然非常惬意地跑到一旁拿水 可能这就是战术之王其中的一种战术吧 他这一操作直接把对手都给整蒙逼了 这么嚣张的嘛 两千米过后 你没有看错 来自索马里的法拉赫依旧在队伍尾分 赛程也即将过败 能一直保持自己在队伍里也估计只有法拉赫了 不过这也是对自己实力比较自信的表现 所以法拉赫今天呢 有点兵出奇招 而且这么比呢 我觉得从开始 无论是什么样的战术呢 有点拖大 跑在最后一位 而且不去跟卢普会合 另外在后面还有一个节奏上的去一个中断 不知道这会不会为最后的决胜 产生一些变化 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在城过半 法拉赫开始展开收网行动 前程所保留的余力在此刻喷涌而出 他一股作气超越数名选手成功 机身来到前三 这种跑法可真是够胆大的 四千米过后 法拉赫的战术也完美体现了出来 他与自己好友展开绝妙的配合 成功从第一来到第一 比赛临近结束 在还有最后两圈的情况下 本以为法拉赫可以一直领跑 但是一类不知名的对手第一个表示不同意 快马加鞭的超越了法拉赫 这也使得本场比赛增加了一丝悬念 可法拉赫哪会那么轻易居服 万事俱备 只差一个机会 再经历了十多分钟的持续长跑 各个运动员的体力也达到了一个极限的状态 最后200米 哪怕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但也要加速完成最后的冲刺 法拉赫抓住时机 借助刚刚喝水补回来的状态 在弯道上再一次实现超运 随后便使出浑身力气 卯足了近往前冲 虽然是孤军奋战 但仍然是一往无前 不得不给他鼓掌了 13分50秒39 法拉赫也是创造历史 太棒了太棒了 比赛悬念揭晓 法拉赫以13分50秒39获得冠军 继续稳坐长跑霸主地位 法拉赫在本场比赛中不仅拿到了冠军 还创造了新记录 也将那些想要复仇的选手继续按在地上摩擦 所以 对于长跑运动员来说 战术大于一切 得亏刚刚战术喝水了一下 不然后成为力都不知道向谁借 在一个项目中 能有这样绝对的统治力也只有博尔特和法拉赫了吧 我不敢苟同 法拉赫13分50秒需要5000米 而我13分50秒只需要2000米 那你们13分50秒能跑多少米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